有人民币这个央行货币在香港做的时候 我不知道迟些你去到哪一步 你就会宣布其实人民币都是香港的法定货币 我在过去这几个月都不停地和大家重复 法定货币这四个字是一个很关键的分别 你可以在香港买人民币 你可以在香港买股票用人民币 这个都不是问题 但是去到某一步就是 如果人民币成为法定货币 就是说我可能和你原本借了港币 我可以用人民币还 这样一发生这一步 那就出现我刚才说的劣币驱逐量币这件事 香港如果发行这个数码货币 央行货币的话 那个劣币就是驱逐量币 如果是普通人有没有一个方法去应付呢 有什么方法应付呢 我也是那句了 很多人之前我都在你这里节目讲过 如果你真的对香港这个金融体系 对香港这个市场没有信心 不是在香港开过外币户口 记住 香港的银行开过外币户口是帮不了你的 你真的要将你的钱 在外国的银行 在外地开过户口 当地开过什么户口 最简单开过美金 当然你调钱的时候有很多成本 有些人问 我在外地开过汇丰户口可以吗? 可以 没所谓 外地的汇丰银行就跟香港的汇丰银行不是直接的关系 总之你这间银行在哪个地方就是受哪个地方的法律监管 记住这件事 第一 第二 在香港开外币户口不能帮到你 你觉得第二件事 明白了吗? 明白这两点了 我想都没什么好补充了 现在你觉得在香港这个环境之下 如果政府又推行这个数码 这个央行货币 其实政府的动机是什么呢? 可能刚刚你也有说了 可能是不是 刚才我说了 就是将所有以前的零售银行的东西 现在全部都是中央统筹中央厨房 因为零售银行 其实现在的银行都没什么兴趣做的了 说真的 哪有钱赚的? 我不用说什么 早前香港不是发了几个那些虚拟银行牌的吗? 那些虚拟银行 你以为他们是不是赚钱呢? 我告诉他们全部都输到 输到 你是怀疑人生的 我都怀疑人生的 看到他们这样输法 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继续做下去 就是因为他们以为可以拿着牌 就是想上市 然后找街外钱 但是其实做零售银行 因为没钱赚 为什么各国的央行都说 算了 其实你的商业银行做零售银行 没钱赚 不如就交给他们 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 就是汇丰、渣打、恒生、东亚 这些基本上都不想做 你喜欢拿去拿去 他们想借钱给人 他们不想收存款 然后 就是你说做下那些什么东西 信用卡 那些还是游志可 他们只是想借钱出去 他们不想收存款 不想收 就是他们不稀罕 这些零售的小存款 他们宁愿做的就是那些 一次过你有三几百万美金 座底 那我就招呼一下你 那也不是存款 是卖东西给你 卖了理财产品 那些 所以动机 不是那些什么阴谋论 而是根本零售银行业务 已经是过时了 香港其实 有些人就说 就是联储局加息 香港加息 以前是挺同步的 现在就有个落差 我发觉我时时在你的节目 就是回带地说的 自从2005年 香港改了那个联系汇率的机制 就是有个区间 由775到785 金管局是可以在上下这个区间里面操作 有些人以前就是因为可以套凳 港美息差 就令到香港和美国 其实的息差是收窄 但是现在我如果要套凳息差的话 我可能会输回率 所以现在没有人做这个套凳息差 变成了香港在短期资金里面 很多时候和美元的走势不一样 在过去那二十几个月的情况就是这样 其实香港没有资金需求 你看看股市又死 楼市又死 没有资金需求 但是那些钱没有走 原因是什么呢 原本说那些钱走了 如果要趁美金 趁美金正在升息 赚这个息差也好 但是问题就是港元在弱方 如果我这个时候去沽港元 买美金的话 一人间我要买回美金 我虧了那个汇水 所以你一定要港元和美元的息差 要大到某一个限额 香港的息才会跟着移 因为开始真的有人做利率的套凳 问题就是美元的息会不会再升 第一是港元跟美元的汇率上升 对其他货币的差距现在已经很大 之后又有什么影响呢 但是因为其他货币对香港的资金环境的影响 现在其实唯一两个影响香港的资产市场 一个就是美元 一个就是人民币 人民币现在是贬值的 大家必须要把这件事摆在一起去看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就出现了之前香港有很多钱 但是没有什么人需求 所以其实那个息口不用怎么变 现在就加P 我不知道再加多少次 就是这个中间太多变数了 但是这个是制度之下的现象 所以没有什么怎么看 解释就是这样解释 我一直都不是太喜欢预测太多 太仔细 有些人就说我看它升我看它跌跌 买大小而已 那些没有意思 不中大家又不记得 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 根本这个制度设计了就是 是有一个滞后效应 这个是正常的 那如果那个数码货币 其实它彻底颠覆了人民的消费的模式 是的 你一向现在 你又不明白 那你刚才说了 一向我们现在做的那些买交易 数码支付 一向现在都有的 是吧? 八达通就是了 是吧? 数码货币的意思是每个人挂帐 在央行上 你不是挂到八达通公司 你知不知道八达通公司 其实都是一个有限度收售存款的机构 它不是银行 但是它其实很像银行那样 但是以后就 直接去中间化 你好听一点的说 但是那个颠覆 你不要跟别人口水 别人说颠覆 你就跟着它说颠覆才行 是不是? 就是 就是那句了 零售银行 没有人想做的了 现在 所以就不如那些央行说 反正那些人不做 我们做 这样 信用卡就是 因为它借给你 信用卡是借钱 现在说的是现金交收 是吧? 不同的两件事 那如果据个简单例子 如果出粮的话 大家要央行 还是在金管局那里出粮 那些数字 是吧 你的所谓红保仔 是挂在金管局那里 是的 那这个就方便政府了 说真的就是 就是刚才一开始这么说 是不是? 你交税有什么 全部它就 全部可以直接处理 不需要 惊中奸人 是 这些公司 那些公司 那些公司 有其他公司 对 有其他公司 对 对